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下看看哪是最宽的 这应该是差不多最宽 两米八八 这是金属的 如此之大的喇叭抽出了洋行的想象 这个正对着金门方向的大喇叭 难道也是军事设施吗 我还真没见住这么大的喇叭 他这个功率得有多大 这要是全功率开的话 我也没听过 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年在金门炮战的时候 这个军事广报喇叭 是作为心理战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对面能听见 要是咱们像张才那样站前面 那您的耳膜肯定受不了 当时波音的电台呼号 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 正式开始波音的时间是1958年8月24日的 18点整 就是下午6点 后来电台呼号改名了 咱们都知道 叫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但是改名的时间是1984年 1958年8月24日 金门炮战第二天 在桥宇等原有几个广播组的基础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 就正式组建成立 并于当日18时 开始对金门广播与喊话 成为炮击金门作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后 金架海域终日交织回荡着两种声音 火炮发射 炮弹爆炸时的轰天巨像 还有广播喇叭的千里传音 这些巨型喇叭 就是当年广播宣传站的一件利器 它一开枪 声音就能响彻整个金门岛 刘先生 你看这么大一个喇叭 它放在这儿不是很容易被敌方观测和炮火打击到吗 现在啊 这个应该是为了今天展成的需要 在当年应该是一种在要散市的防御 就是广播宝 碉堡是吧 碉堡对 它有防御 然后前面应该在播音的时候呢 前面有个门打开 然后播音在关上 或者把它推出来 那像这样的广播喇叭它多吗当时 当时应该说在两个炮群 这个方向上面都有设置 但是你也看到这个体积啊 很大 难于移动 又容易遭到摧毁 对 所以数量上并不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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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